我们这个平辈人都很互相关心 这个 羡慕人家的 羡慕心都问 所以你看 小青最近有一个美女访问你了 是吗 然后我看了 我就记住 我就记住一个问的 她说了很多很好的思想 我就记住了一个 这女的就问 就是说你实现财务自由了吧 小青说哪啊 我现在还在100平米的房子里 我撒谎的吧 一点都没在 不是关键是几套100平米的房子 只有一套 这个美女问的好 只有一套 是吗 真是 不信 我真是这样的 她名下只有一套 凡尔赛 现在这种叫凡尔赛 就一套100平米的 我知道 够住 对没错 现在人家那个马斯克 比你住的都行 对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都是这一路的是吗 她是轻资产 她要做事情 我连轻资产都没有 我比她高级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们穷人都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标准是什么 说老实话 那天她问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如果花钱不多的话 早就自由了 徐老师 你给解释一下 你这个文学系教授 不知道 什么叫财务自由 我听过人家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 你们这几个人装的 那这小鸡骨刷花 传个落不成 你愿意 不是装的 我也不懂 我唯一 我永远记得的就是 这个词不是我小时候有的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 前些年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感到那种狂喜 我说 我这个词真好 这正是我现在想的 财务自由 反正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个词 结果连在一起就有点 不是就得连在一起啊 你们不连一起 我兴趣不大 我觉得就是财务 你说这个有什么 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我就反正 我有个朋友 就现在他老说 你还不看看那种什么 什么公号 或者是什么团体 他老推荐我看一个东西 叫什么提前退休 他就是好像 有专门这种国际组织的 不是就国际上有一个词 他就把这个英文什么 我忘了是哪几个字母 就连在一起 说你要关心这个东西了 我说我觉得 我好像他的年轻嘛 就没有想 他说关键是这样的 你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 你得一辈子还得干活啊 你到了退休的年纪 还得要工作呀 我说哎呀 真的吗 我说我没想过这事 被他一说 我就吓出一身冷汗 然后呢 他说你要存钱 要干嘛干嘛 什么时候要退休 结果我那个朋友呢 没几天被公司开了 然后我就说 不过也不错 给了他一大笔钱 他说他自由了 那多好的公司啊 你对财务自由 你难道不受缺钱的困窘吗 其实我是一个 对钱几乎没有什么 我听说过你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为什么 你不能叫投身伤害啊 只是说 你开始想拍一些个 就是怎么说呢 别人愿意花钱买的 纪录片 说什么时候 动了这个心思了 说孩子留学 就会发现非常吃力 学费生活费 对啊 所以 就离开了自己 曾经热爱的岗位 就去专门的做节目 那现在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纪录片 奈飞都买了吧 对 这么受欢迎 奈飞买是 买个 我只挣的是 那个制作费 那个奈飞买的是 投资方会 投资方的 那投资方也得分你不少啊 一点钱没有 这个一点都不用隐瞒 因为也没有 怎么可能 拍片子成功卖的好 当然拍片子的人 挣得多 你要之前 你要有投入才行 我只是一个 拿薪水的人 哦 对他的情况 有所了解了吧 嗯 徐老师最能精打细算了 上海人 你跟我们讲讲 财务 你对财务自由的思考 我还没思考过呢 不过 听你听 他刚才讲的这个 我受到的启发 大概就是说 你退休了 反正你到你的生命的终点 你就不会挨饿了 你基本上有得用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你看 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经济学家 来我们节目 曾经说过 他说呢 他跟他的太太啊 就是说 而且 还给那个 那个女儿 写了信什么的 就是说 孩子 不要回来 对吧 就是说 父母将来不靠你 他就是说 他说我买了 一大堆养老保险 就是可以保证 我们老夫妻 将来老了 完全不需要 和子女 这个照顾 然后他就说 剩下的钱 我维持 我现在的这个消费 可以 眼睛望得见的 几十年 问题不大 这算不算一种自由 不担心了 那这个应该算自由 但是我觉得财务自由 可能 还有 有一些攀比吧 财务自由和财务自由 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有了攀比 就有了凡尔赛 你说这个 人到底是想活得好 活得安全 还是想活得 比别人显得更好 就是你活得好 跟安全 总是在跟别人 比较当中产生的 你没有一个绝对的 好安全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标准的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个词语在今天的 这个泛滥 值得警惕 为什么 你看啊 就是什么 这个这个 凡尔赛啊 财务自由啊 内卷啊 躺平啊 我给你讲一个 情景 就有一天呢 我们几个朋友 在聊天 他们就在讲 这个内卷啊 躺平啊 什么的 讲这个话题 我突然就想起 那天下午 我们这个 刚开会 说聊什么话题 七八月份 开的这个 这个我们开会嘛 然后呢 就是 当时就有人说了 说聊内卷 聊这个 这个什么 躺平啊 什么的 然后 然后 马上 编导 就说了 说我们播的时候 十月份了 那个时候 就不是这个话题了 哎 我突然有所领悟 通这个细节 就是说啊 人们经常说的 这些个热词 不可否认 一定有它的现实基础 但是 我觉得人要会从多个角度考虑这件事 我就觉得 哎 干我们这行的人 整天在干些什么 我一下子想起了 我的这个前半生 我想 我前半生 整天在这里说话题啊 那么比如说 这个 你看我当年办过杂志 嗯 哎 我就知道啊 这个哗一下 十个话题 大家说 就最后 我编辑部主任 我说了算呢 那一个星期的话题 就是我决定的 所以我当时 我就跟我那帮朋友聊 我说我站在 我这个传媒人的角度啊 我说我也提出一个意义啊 我说是不是现在内卷 真的是那么重要的问题 躺平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每天关心的事情 今天我关心的可能是那个 我我们家房子需要装修了 你关心的可能是你失恋了 他关心的可能是他离婚了 但是从哪里来的一个 因为你说这个里边 我不能说有阴谋啊 我只能说很多时候 我们聊什么话题 我们是希望这个话题啊 最好能让他们觉得 哎呦周围人都在聊这个呢 我不聊 我也聊 而且这个语言的这个诱惑性 或者说欺骗性 本身就在这里 对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聊 这个内卷 有没有啊 你想想 有啊 我这竞争很激烈啊 工作很难受啊 对吧 躺平有没有啊 有啊 其实我要给你说另一个问题 我说住房紧张吗 你马上就对啊 现在住房紧张 甚至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 你看杂志上会能 这个月的主题 这会不会就像这个时装流行色 每年那个时装 时装杂志发布 今年春天流行绿的 凭什么流行绿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语言 能生出一个世界 嗯 那个是贩卖服装 这是贩卖焦虑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不能说这个问题 没有 但我只是说 人对人生的感受 是百样人生 就像你说的百味人生 你说什么 我都可以共鸣啊 我的感觉 它就像是 在这个大海里面 然后呢 它需要给每一朵浪花 起一个名字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涌出来的所谓的热瓷 都是一朵朵小浪花 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海里面 你真正关心的 也许是下面这个潮流 你能不能看到 这个潮水真正的方向 和你这个大海的样子 但是呢 它为什么老冒这个小浪花呢 因为这些东西 它一直在 你说内卷 不就以前说的竞争吗 那它就是得有 不断地有新的名字 新的名字 来寄托大家的一种 共同的情感 它不一定是焦虑 也可能 我们几个月后就不聊这个 这事很有意思 比如说 小青 你觉得有凡尔赛 你是不是最近老听 有人说凡尔赛 就成关键词了 反复地能听到 一言不合就凡尔赛 这个 尤其是在朋友圈里边 或者是微博里边 它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就是 打开一瓶 很昂贵的酒 这个 拍一张照片 发在这儿 又 然后霜 然后 又又又 对对对 我又喝了 又开始了 感觉每天就泡在这种 特别昂贵的酒里面 这个可能就是凡尔赛 底下留言都是说 你又凡尔赛了 也有这个正能量的例子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钟南山老师 对吧 那讲话 就说咱们国家 这个测试 这个什么 对这个 对这个新冠的 这种 这种检查研究啊 我们有个苦恼啊 我们病例没有啊 我们病例太少了 这说的是事实 这说是事实啊 所以我说它不是 我不是说它是个贬义词 我是说你看 现代语文可以研究 它一流行起一个来 大家就用它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第一次看到是真不明白 我发了一张照片 香港商务出了一本书 上下两册这么厚 我发了这张照片 就加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 这大概是我今生写的最后的一本书 最后的一本书 不是最后面 因为有六十万字 那结果我的微信圈就收到了 最多一次的这种点赞啊 支持啊 也有人写个话 一排下来 最后一个是潘凯雄 原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 就加了一句凡尔赛 我当时就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 后来他们说 意思就是说 你在炫耀自己 你这不够反而在 你要说这么厚的书 你又领不动 我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 基本上就是 用这个貌似这个 怎么说呢 抱怨的语气 实际上呢 是不经意的 有时候也做得很经意啊 流露出自己的忧郁 你比如说你看 哎呀 每天开跑车上班 我觉得真是很危险 我宁愿走路 我们家那个园子太大了 对不对 上学那个走两百米啊 光我们家那园子 我就得走一百五十米 我瞎编的啊 就让冯平呗 抱怨 那我就反省了 我那天 那我在这里边有什么 就是说是选药的成分啊 后来李纯恩给我写了一个回 我说你这辈子还常认着呢 就是说谈什么是最后的 其实你可能还可以写更多 你用这样来贬低自己 其实是炫耀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解的对不对 但是反正是 因为给我写的是一个 著名的评论家 叫我反而赛 他不是认真的 也可能就朋友之间 就是调侃一下 数钱好麻烦 为什么不用微信 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有一次看到 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发 就是他就说 又要擦地板 然后他那个照片怎么拍的呢 他就从高空 就是他在他阳台上 是跪在那儿 就是这个屁股在那儿擦 那个阳台地板 但那个全景呢 就是他们家 房子很大 房子在山 游泳池 在山上 然后呢 这照片是无人机嘛 就一看这角度 也应该是无人机吧 就旁边拍一张这个照片 得几个人伺候着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人 然后他还有别的 他每次照片的那个感觉 设计得非常好 他去喝下午茶 然后你就看到 不是人家很普通的什么 就拍个吃的东西什么的 很远 是那个酒店的 那个下午茶那种 那个小笼子吧 他在那个角落里面 但是他的景是实的 前面还是虚的 就 您说这一张照片 多少人伺候 一军你现在帮自己 凡尔赛一下 你弄一个什么东西 我没有这个才华 我没有这个才华 网上发 我马上发 文涛呢 发人赛一下 现在节目广告太多了 袁洲派 真是烦人哪 这广告怎么这么多呀 小青 你从这个里边 能分析出什么来 有一种得意 叫 叫哭穷 有一种得意 叫哭穷 对 凡尔赛 可能我觉得 应该 这个 徐老师 专门做一个 研究 因为 凡尔赛 说到底 它是一个 修辞 方法 它是 它是一种修辞 它就跟我们 以前说的 什么比喻啊 差不多 它是一种 文本上的游戏 但是它背后的 这个确实有一种心理 就是说 流露优越感 不小心的 不小心的 人为什么 摁不住 流露优越感 这个还真的是 不管你修为多深的人 我见到的差别啊 就是说 修为越深的人 你那个皮 包袱皮越厚 甚至大家都 流露的越不惊心 对 好像很自然的这样 但是为什么 忍不住 总要流露呢 比如说 我 这算流露优越感 说说说 我觉得我心里 就有个矛盾 我是属于 其实属于那种 溜墙根走的人 我特别怕 比如说 当然我没钱 但是我要真有了 这个钱啊 我 我想我的心里是那种 我怕别人知道 我怕 我怕别人知道 我觉得有不安全 所以呢 我有时候 也挺不能理解的 就是你为什么 想让别人知道呢 我检讨一下 我第一次去凡尔赛的经历 也许这个是一个凡尔赛 你们看看是不是 凡尔赛这个词就跟凡尔赛公有关系 我那个天呢 是在下午两点多钟还在尼斯 订了一个巴黎的酒店 他们说路上七个小时 但是我呢 这个路上一路一路耽误 开到里阳的时候呢 虽然天还亮着 但已经八点多了 你知道夏天的法国就是这样 八点多了 等我吃完饭以后再开呢 鱼下来就黑乎乎了 这一路 这是我记忆当中 我开的最辛苦的一段 很巨大的那个装箱的车啊 我要一个一个超过他们 就这样 我快睡着了 我真的是很危险啊 结果怎么度过呢 就跟我女儿 我女儿那时候很小 不到十岁 跟她讲中文的这个量词 她很有兴趣 比方说皮带为什么是一条 而不是一根 可不可以讲一根 鞋为什么是一双 你知道这个我仔细 她问下来以后啊 真是发现中文的量词 是非常非常多 很复杂 而且有的也不大讲道理 为什么人是一个 羊是一只 还有这个一条命啊 等等的声音 一把声音等等的 靠这个东西 使我在半夜十二点前 开到了巴黎 围绕着那个铁塔还很亮 还是走错路 居然狐狸都半夜的时候 开到了凡尔赛 开到了凡尔赛 开到那里 那当然半夜是没有车 都没有人 然后再开回来 快一点了 终于住进了旅馆 这是我第一次去凡尔赛 也没有进去 我这段故事算不算凡尔赛 有点凡尔赛啊 大家感觉你能去那儿 法国旅游去 而且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我们多穷啊 你都能去法国了 光这个凡尔赛 得多少钱呢 而且这个家庭教育 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夸张的 全部都是真的 也是凡尔赛 我在想 跟真假无关 对 为什么人会喜欢要凡尔赛 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 但我猜啊 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 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 就是说 会不会这个东西 会对一个人 形成一个奖赏机制 我才这么做 就是说 人家就是 比方说 人家说一个人 为什么会 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 因为那个人的美貌 对你是奖赏 或者你会喜欢 对你有帮助的人 因为他的帮助 对你是奖赏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 凡尔赛的人 他就知道 我会收获很多 艳羡的目光 我会收获 大家虽然 嫉妒恨 但是别人会 就嫩一下 这就是我老想 为什么有的人 他去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说他买了那种跑车 什么到街上开 或者把那个车 刷成很炫的样子 就很炫的那种 那个颜色的 开 我老想他坐在车里 又看不见 但是他脑子里 闪过的 都是一路上 大家张大了嘴的 那种艳羡 那种回头率 会不会他觉得 一反而赛 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 就是说人需要这个 我觉得需要 我觉得凡尔赛 更多的是 从评判者的角度 来决定 他是不是凡尔赛 他必须有角色的差异 刚才包括徐老师 说的这个 他去国外找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觉得都有差别 和自己的人设 或者大家知道的这个人设 有差别 我是做美食的 对 我可以说 这个包子 他怎么做得好 他怎么怎么怎么 你不会说他凡尔赛 肯定不会说我凡尔赛 如果 我说 这个红酒 我在里面喝出了 什么什么的味道 包子的味道 我甚至觉得有地中海的海风 那大家可能就觉得 这个人不是做 那个老百姓吃的那些东西的吗 他怎么说这个 这个可能 但还缺一个因素 你没撒娇 对 你还怨 对 还以为我吃不得 还以为我品不出来 其实我 只差一 一种味道没有品出来 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凡尔赛 所以讲的人 不管他有意无意 他其实是英文说法 sophisticate 对不对 比较有修养的 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 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 先意后扬的 等等等等 但重要的是 凡尔赛这个词的 说的人是 是吃瓜群众 是围观的人 重要的讨论的 不是这个说的人的 说话技巧 而是民众的这种情绪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 就是为什么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大家会很反感 就比你直接晒 比你明星 我晒衣服啊 晒什么 这个这个 还要反感呢 那是个低级的 他就不会叫凡尔赛了 对 那就叫炫耀 但经常网上翻车的 有些事件就是这样嘛 他可能晒了一个照片 或者说了个什么事 他无意在炫耀 他就是好好说那件事 被大家发现了 哦 其实你这个 这个这个穿的衣服 是多少钱 或者是 特别是还要用 有技巧的方法来 那你那 那也不能就这么说 你像刚才我举的 钟南山的例子 那那就是 它是一种修辞 就是指的你 就是 有意无意的 用一种优怨的语气 流露自己的优越感 那就是说还是赞同他的 觉得他好的 对 有的时候 凡尔赛引起的 我认为到不一见得是仇恨 现在这个词啊 充分使用以后 它不一定是仇恨 也是朋友聊天的一个乐趣 你看 有时候你又 你又得瑟了 你忍不住有点小得瑟 跟得瑟有点像 有技巧的得瑟 得瑟这个词也很难 这是北京的方言吧 你上海话没有这个说法 还是东北方言呢 这个意思 你上海话没有这么 西哥哥 是不是有点 我们俩有点反而上 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 那你在想 什么样的人 需要流露优越感 其实你想到没有 他要 咱要正经的来说 他要是用一种忧怨的 或者说是希望能够不着痕迹的 那至少说明呢 他还有点害羞 比直接的说 我有钱嘛 对吧 忧怨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你所谓 美而不自知更美嘛 那他就是优越了 而还抱怨 对吧 就更杀伤力更大 小心 你会有这种跟别人相比的失落感吗 我应该少 就是也不可能说 完全不会 就会 你会跟别的纪录片的大师 或者说是团队 纪录片圈倒是不多 但是呢 这也是凡尔赛 这也是凡尔赛 这一种话说出来 跟我他不敢 这一种话说出来 也太厉害了 有一个 东北凡尔赛 就是说 就是说 先说一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哎呀 得谁打谁 谁他都不服 说那你还跟他是朋友 跟我 他不敢 要绕一下 高级一点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 在同行 是这儿 我很少有这种 比 但是我的感受 往往跟大家不一样 你比方说 说财务自由这件事情 是 不工作了以后 能很平安地 走到人生的终点 我都没有办法 想象我不工作以后 我想 我真的 我不是凡尔赛 这好凡尔赛 我认同你的关系 这是假作真实 真意假的凡尔赛 不是 他说的是真话 他说的是 我相信他是真话 但是其效果就是 就是公众带给他 如此大的乐趣 人心钱都抵不过 不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退休啊 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啊 很多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退休是一个坎儿 但是你拍片就可以一直拍啊 哎呦 身体也够好 我认识的很多的前辈 都是 你比如说 大白奈宝 大白奈宝 我说 对 大白奈宝 大白奈宝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 就是地球卖动的制片人 叫 迈克克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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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呢 他 入 BBC的时候 就是 第一课就是 呃 大白奈宝 跟他说的 他 你 你们到了 BBC的地球部 你们将面对着 这个美 美丽的地球 这个 未来 是你们的 就是我很快 就要退休了 那刚准 七年就退休了 还在拍片 那我特别崇敬的一个 呃 纪录片导演 叫 让鲁石 是一个法国 我们说的 人类学电影的 鼻祖 那五十年代 就拍了很多的 什么 烈鹤马 我这个黑人 一大堆的这种 纪录片 他就是 八十多岁的时候 在非洲 呃 遇到车祸 去世的 那小川深界 日本的最厉害的 就是大家最最最有名的 呃 纪录片导演 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还还在要看 那个剪辑的 效果 这个 我 我觉得 嗯 我 我一方面 我很崇敬 这些前辈 能够 让自己的生命 延续到 这么晚 同时 我 从自己内心说 我特别渴望 别人需要我的 那种感受 如果 没有人在需要我了 没有人在需要我的想法 没有人在需要 我的创造力 我觉得这真是一件 挺可悲的事 这么说还反而散吗 这是很真诚的反而散 好吧 这个虚荣心肯定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这是肯定的 就是有时候 你对成功看得 嗯 很迫切 可能就会 不小心流露出来了 就是反而散 因为你看得很淡了 你也就 不去提它 可能很多人需要这种激励 需要别人 羡慕基督恨一下 能够收获一些 内心的 这种平衡 在微博里边晒一晒 你吃的 高级的 那有一些 比如说 餐饮公关啊 他们整天就吃这些 你就会知道 他那个 他们是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是什么 特别高级的生活 但是你一个 这个收入不是特别高的 你拿了这么一 一点照片 发在微博上 现在广东 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很好的餐厅 就是你拿起相机服务员 就把那个LED灯 啪 打开了 天哪 而且给你打的 不搭你拍照 哎 侧逆 食物质感特别好 哎呦 就是你 那我要说 我手机自带L1 那不行 你那个肯定不够柔和 没有人服 对 还是需要 什么样色纹的呢 配合得到 哎呀 我说 这个应该下次就这样 就是来了之后 就一扫这个WiFi 就直接接收到 那个拍成的照片 就你点 对不起 没有差异化 你这个凡尔赛就要有差异 哎 这说明真的是产生这种 这个需要 所以 对 它肯定有需要 所以为什么是凡尔赛呢 这个 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字呢 就是说 他 等我知道他的意思的时候 已经没有想过再问他的根源 好像是最初 比如说有个微博 你知道你可以说 公务好像是有典故的 有典故 就说是 在凡尔赛宫什么感慨 什么事情 我也远忘了 但是 当然了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因为凡尔赛体现了 这个巴洛克的这个风格 比较浮华 在内地 就是我们叫 统称叫欧式 欧式指的就是 其实是罗克克风的那种 就是装饰得很浓的那种 大概是这个月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微博事件 所以我就说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词语的力量 我觉得真的是要警惕 就好多词啊 它反过来 加剧焦虑 它需要这么一个词吗 好像是有一个原理 叫什么奥卡姆 剃刀原理 对不对 就宇宙喜欢简单 能用一个公式说明的 就不需要两个公式 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就不需要两句话 但是你觉不觉得 现在的有些词 有些新产生的词是好的 是可以流传久远的 是很好 但是也有些词 你就看吧 本来有这个意思啊 对吧 那但是 你在叠上一个意思 而且它在被流行之后 反过来 人呢 受这个语言暗示 话语 就有些时候 我得特别警惕 我这个行业 包括互联网 它在制造词语 而这个词语呢 会引导 会加重 有没有内卷 或许有 但是呢 当它变成一个大问题之后 你就越来越多的 哎呀我内卷 我内卷 我内卷 然后它会影响你的选择 比如说有没有人躺平啊 总有一些人躺平 我还见过更多的年轻人在奋斗 都没躺平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流风一来啊 它会让你晃范 但这北京话讲 你原本是什么范范 所以我说真的还是 这人呢 真是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你真是有勇气的灵魂 你真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我有时候就觉得 你凭什么被这些网络热词引导啊 你凭什么要议论他们呢 你自己有你自己关心的问题 我要拍纪录片 我就拍纪录片 对吧 八风都吹不动 你就那 就是我觉得有些人 太容易受这些词语的诱导 我最近 也可能也有语境的关系 我看到躺平呢 一个主持人在讲话 他那段话说 可以任命 不能躺平 就是任命啊 我一看 我就毁了一条 我就说 可以躺平 不能任命 对不对 这个你跟任命来比 那还是躺平好 躺平是身体 任命是心理 对不对 怎么能任命呢 另外一个词 我非常疑惑 最近出现的非常频繁 有的文章 从头到尾就是这一个词 就叫带节奏 是是是 从头到尾 他把各种的讲法 都称之为带节奏 我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产生了个疑惑 我总是觉得 强调 那么强调带节奏的有效 是不是有点 轻视民众 群众的 就是思考独立的思考能力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他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你看虽然这句话本身 没什么什么 但是他起了一个带节奏 这个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太不相信 你以为你带一下 或者有一句话语来了 我们法尔赛一阵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暂时的 归根结底 最广大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被带节奏 包括我们传媒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今天的社会里 群众的声音好像比之前要大得多 大得多 他能迅速的到你的身边 他迅速的可以在公交车上面 他很大的广告 他可以甚至进入电梯 在每天的冲你吼 告诉你哪个东西真好吃 这个就是他在渗透到我们的肌肤 这个就会让你 这让你很难过 而且像我一个从传统媒体 到互联网媒体的一个老人 我已经岁数很大了 我要学一门新的语言 不然我听不懂 那后来当然我也发现 好多东西过去有 那我现在更能接受年轻人说的 比如说这个消费的场景 赛道 其实在餐饮里面也是 很多新的话语 对我们说的 过去说的什么风味啊什么的 都变成了这个 比如说品牌价值 然后就是用另外一个体系来给他 另外一套语言 重新冠名 重新命名 对 他这是为了把我们淘汰吗 欺负我们老家伙 不懂 我最近就被人家叫去说 跟一些就是青年朋友们 你有什么建议啊聊聊 我就说我对青年人没有任何建议 我都有点跟不上 但是我说 我可能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 我就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就是那些大词跟你们没有关系 就那些很 那什么焦虑啊 内卷 我说 我说焦虑对我来说 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具体 你说你以为一件事情焦虑 比如说一个人说 哎呀我很担心 我就我很焦虑 我父母对我的 什么教育 或者说对我的前途的考量 那我说那你说个具体的 你说教育让你很焦虑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呢 你说的是你考大学 好 那你考哪个大学呢 你考哪个专业呢 你要考这个专业 那么你需要为它做出什么呢 你怎么准备你自己呢 哪几个学校 你去研究这个事吧 你一说到具体 其实你就不会很焦虑 一说到具体 你就知道方法路径 行不行 那那个焦虑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情绪 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入到 焦虑就是说不清楚的 各种各样的 就说不清楚那些具体的问题 你就是要 会感到不安 对 这才叫焦虑 你就需要突破那个迷雾啊 你说具体的路径怎么走 你脚踩到那个具体的路径上 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焦虑 所以有空多找你谈谈 我就是焦虑 你怎么焦虑 他焦虑是他心脏问题 但是你看小青 我觉得特别敬业 我觉得你还真是一个 与时俱进的 他这个每次纪录片一上线 那小青就得就是监看网络的这种观众的反应啊 分分钟的收视 这个流入率 流出率 你都得看 玩播率 现在这个一个新的系统的玩播率 有没有这些弹幕有一些什么非理性的反应啊 这个戴景华现在说嘛 这个网上播课程就是最怕的就是那种非理性的啊 这种反应啊之类 你的抗压能力就必须得变得稍微强一点 但是啊你为了获得更好的收视 有时候就会把我们过去传统纪录片的那种想告诉你什么 换成了我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 就还是我们说的生产关系在指导生产力 就是甚至考虑到受众 他会根据这个受众的意见 可能就会改接下来要播的片子 对 节奏 比如说慢了 我就得就得加快 那没办法 所以你知道今天就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呢就是受众的权力啊 在增长 这个是非常好的 让他们更满意 但是呢还有另一种情况 我觉得呢在变小众 什么小众呢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我对小青没要求 我就想听听他说他想说的话 你像我对很多老师就是这样 我想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而不是你讲点我爱听的 好像有些电影大师的片子啊 我觉得我确实没有什么意见 我真的就是想看看他想拍什么 你看还有这么一种需求 但是你看这种需求似乎是被压缩了 这种属于成熟专业受众 这样的受众当然越多 当然是越好 但是常常不会是大多数 对这里边就有一个怪兽的存在 叫大数据 大数据 对这是我们的先辈 就是比我老一辈的这个做纪录片的 他们没有面对 我们现在就要面对他 那在Discovery1987年没有出来之前 那大家不知道 纪录片可以这样设置悬念地讲故事 可能比这更早一些 那个我们的一些同行人说 不好好拍片子 每天就琢磨观众想什么 事实是什么样 事实 就些什么 对 你关心的应该是事实 而不应该关心的他们想象的东西 那其实从2000年开始 什么白色星球啊 蓝色星球啊 地球卖动啊 一个一个出来 BBC也开始讲故事了 他必须做出妥协 否则就大家没人看 就像刚才文道说的 你就想听这个老师讲什么 那可以有这种付费的 这个课程 你可以 但是你回头去看付费的课程 我不知道你做过这个 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分析 付费的课程也都是 好听的买得多 对 他只要收钱嘛 他就是把一切的知识的传播 把所有的知识传播者 变成了storyteller 都是故事讲述者 故事大王 都是生产关系 制约生产力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对不对 从某种程度上讲 好像觉得这挺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啊 要不是有些人就会担心 就是说 好像 你们天天想着 贴着我 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 太监 揣摩上意 观众是上帝啊 对吧 你们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喜欢什么就给什么 这个 这个共谋啊 是非常愉快的 但是如果这个共谋 变成 不断的进行下去 甚至是这个共谋 驱逐了所有其他的选择 这个完全变成了一个 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 这么一个互相取悦 就是 不是 一方取悦一方的关系 哎呀 是越来越幸福了吗 还是缺少了一些 我觉得其实有不同 其实有不同 我们自己在做的纪录片 我们也会把它分不同的层面 有的 我们 我们 今年 最迟明年 我们就想拍一个新的纪录片 可能是给很少部分人来看 不是那么大众的 他可能特别小众 这个内容 暂时的 先保密 刚才跟我说了 谁想找我 谁想知道 收费 收费找我 但是 为什么要大众的 因为大众 我们做的是商业纪录片 它要带来商业的价值 它要有更多的 观众 所以我们在努力的 保证 我们叙述真实的同时 更多的 去 让观众看着不反感 不去冒犯它 嗯 我们从来不会去告诉人 什么是好吃的 我们告诉人家的 更多的是 你吃到的恰好 就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哈哈 这怎么觉得像个骗子的语气 哈哈 没有 这个我们今天吃到的 所有的最平凡的东西 包括徐老师说的 生煎馒头 都有一个特别不平凡的经历 哎 这对我是有启发的 而且也得看谁啊 你刚才听出来没有 付费的都没你会讲故事啊 没有 没有 但是你 他说这个大数据啊 确实是 咱们就说的这某些关键词 这些网络流行的热词 你一篇文章当中有它 就意味着点击量的增加 流量的增加 所有的 于是大家都开始都在点这些热词 你看那些标题 于是呢就变成 哎呦 这个 这个就真变成一个仿佛是 大家关心的话题 于是呢 我怎么可以不关注呢 于是呢 在我的手机里 我看到有这个话题的文章 我就要看一看 陈小青说内卷 许子东说躺平 我看一看 大数据的那头 可能有上千个工程师 我不知道是人工智能还是人 他收集了你的这个点击习惯之后 他会给你推送更多的这个话题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反复逐集 这个就叫广播喇叭那种 叫什么反馈 这个正反馈 这个叫带节奏 就变成无比之大 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到了 我影响到我看节目资料的这个程度了 你比如说今天就本来录像 我都看不完了 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手机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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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想想 我说我今天一看都是低俗的内容 也不见得都是说起来都是热门话题 可是最后我知道我看了大约一万 还是几万字 不外乎就是什么凡尔赛 内卷 躺平 这些个关键词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值得我们 就词语的小浪花汇聚成了海啸 而且这个海啸你个人的力量 你要当心 但是呢我们现在对数据的态度 它是一个我们的辅助系统 它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要 就A to B的这个过程 那数据是来帮助我们的 而不是数据来阻挠你 A to C的 先有产品 然后再制定销售策略 不让它控制自己 不让它定制 对 我们自己团队的内部的语言叫 站在数据的前面 这个导向非常正确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咨询 但是永远不要被它玩了 是咱们用它 不是他们 不是这个大数据用咱们 这是工具人性化 而不是人工具化 就对说 其实对你的客户形成了叫做降维打击 就是我站在前面告诉你 给你一个你都没想到 但是 我愿意接受的 这种东西其实 你看乐旁的那个无核之众 就都能明白 当然我不是赞同他的观点 但是他里边确实会这么说 说群众从来不关心事实 本身是什么样子 而是他的能不能符合他自己的心理 以及他的夸张的程度 有的时候人在群体的时候 反而会出现一些非理性 他讲的这个对我很有启发 因为我即将要把我的课的一部分去讲 所以就要碰到一个大的问题 你要不要考虑 这个听众的意愿和弹幕 有一些的人呢 就是说 让制作方告诉你 人们愿意听什么 你调整你的内容 调整内容的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是为了启蒙 所以你要降低 我总觉得这个话 在我本意来讲 我觉得不大尊重人家 就好像我本来是喝 凡尔赛酒的 现在为了你们 你们不懂喝 我给你们点其他的酒 这个实在是不大尊重 但是呢 他们说你照你原一样的讲呢 就又会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跟你说 徐老师 其实是观众之福 我觉得最终会形成一个多层层的服务 什么样的都有 你爱怎么讲 决定了你把自己放在哪一层 我虽然不懂纪录片 小金 但是我现在慢慢看出来 你们这个纪录片是有套路的 像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你比如说 你本来是讲秦兵马俑嘛 对吧 但是呢 这一定要先来一个 就是说 这个检票员 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他什么什么的 这个是个很好的拍纪录片的方法 但是呢 一旦变成套路了 他就出现了降气 或者三星堆 他一定是住在这里附近的一个农民 甚至干点无关的事 他做饭 他什么 然后再引到讲这个三星堆 你看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很想很诚恳的跟这个导演说 我说如果只是给我这样的观众看 没必要 就是三星堆 就是兵马俑 怎么做的 怎么回事 多少年 内部结构 现在的研究有什么争议 我就要这个最干的货 一定也有那样的片子 对了 所以我就去找那样的片子看 那样的片子也有 所以我就发现 也是观众之福 但是呢 我有个故事的 现实是残酷的 就是他会导致这样的片子越来越少 就是他没有钱来支持他 就是拍那种特别纯粹的片子 接受硬东西的人 对 他会就没有钱 谁来投钱来拍 就直接说这个 而且就是 就还是一个老人民地上 挖出一个文物以后 不是 他可能是就是 就是你看 戏剧化嘛 他就要有转折 对对对 他就是说 他的信息密度 场景的转换 在多长时间里 要实现多少次 这都不是绝对的 这都不是绝对的 而且你说的这个东西呢 说明这个导演 还不够特别成熟 要真正的套路化的话呢 你都看不出来 我就被吸引了 对 就是他做的自然了 对 他喜欢真理真相 他喜欢真理真相 大部分人要先看点情感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跟看书一样 我需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你需要知道答案 别人希望得到的 就更多的人 希望得到的是 得到这个答案的过程 你想 就是我们说的故事 可能更多的观众 会接受这种叫故事的东西 那那个就属于 我爱看的另一篇子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点缀 不是映知识的一个点缀 或者小花招 对 他是本体 对对 他说的就对 就更像是那个挂地儿 当然你不能排除 我能让我的节目 有更多的人 收看的这个 这个努力 你比方说 我的一个美国的同行 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考古的篇 一个很大型的考古的节目 玛雅文化的考古的节目 是带主持人的 就是相当于那个枪枪 这个 行天下 行天下 选什么样的主持人 那因为 他是一个商业的纪录片机构 那先要在花钱请了三位主持人到现场 一位呢 是一个在国际上都非常公认的这个考古的专家 一个呢 是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女学生 口齿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凌厉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 就是传统的 就是做电视主持人的一个主持人 分别到那儿 几乎讲的是同样的段落 回来在放映厅 让大家打分 结果 最后是谁当了这个主持人 以前说我都觉得很奇怪 现在我一说 肯定是这个年轻的 貌美的 刚刚毕业的考古系的学生 他睁着无知的大眼睛 他充满了 他不是那个已知的 我跟你讲什么 他说的Edenberg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什么都知道 但是他还充满了激情 对 这个女孩子 他充满了未知 他这片子很成功 这个讲得很好 他让观众呢 也容易投入 对 就是我认同到这个人的心 但是我讲的是什么呢 肯定是玛雅文化里面的奇妙的东西 奇观 对 这就像报新闻 我们也喜欢看美女报新闻 对吧 这个很健康 这个很健康 所以都是健康的人 健康的兴趣 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对 所以我就说 对 这个多样化 是让我们保持独立清醒的 很重要的一个生物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实施性 对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结论 当然也 那个品质 可以很便宜的东西 也可以很好的品质 对吧 那个匆匆忙忙 什么东西加鱼子酱 那个就掩盖了 那方面功夫被他省掉了 品质呢 比较接近于我们讲的生产力 那个 那所谓品位啊 还有格调啊 还有 更接近于生产关系 就是你怎么把它卖出去 这个本来呢 应该是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的 我德国汽车做得好 我日本的电器做得好 它是靠我做得好 但是呢 用从生产力上去抓的话 很累 所以很多人愿意就是 直接从生产关系上入手 这个 这个 这个理论是本雅明提出来的 这个说俗了 就是说一个是做的 一个是卖的 对 从文学生产 本雅明的说法就是 作家怎么写 这是生产力 这是做的 你的书店怎么卖 这是生产关系 他想的是 我怎么写 我一个作家的文风 比方我托尔斯太来了 那我就卖给了一批的读者 我创造了一批的读者 或者是训练了一批读者 提高了这个文化 可是现在的世界 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生产关系 反过来决定生产力 书怎么卖 会影响作家怎么写 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房子 你拿到了一块地 你说是卖房的方法 影响盖房子的方法呢 还是盖房子的方法 影响卖房的方法呢 你想哪一个是先决的 应该是卖吧 对啊 我一块地有了 你文涛你有块地了 马上就打算 你这个地价值多少 你能盖多少层 你最多能够盖多少单位 你能卖多少钱 好 你决定了 你买进来是五千一池 将来卖出去是一万一池 那根据这个计划 卖给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要求 然后我盖多大的房子 洗手间怎么弄 是盖成最高级的 还是盖成中产的 还是往平平方向发展的 你看所有的生 你怎么盖 怎么设计 变得很简单了 最难的是前面一步 你将来能卖给多少钱 多少人 那这个是很明显 那所以在文化上来讲 就等于是书店 这个书卖给谁 怎么畅销 就影响到你作家 你要写什么 酒香不香不重要 主要是你在外面能吆喝 就是品质是否迎合得来的 还是 那么这个情况下 就跟以前19世纪以来 Max Weber来讲的 我们有了品质 自然东西就好 酒香不怕巷子生啊 等等等等 就是 那我不知道食品上 会怎么出现 我相信在一般老百姓的 吃食上 还是品质为主的 尤其在地方上 对不对 那这实际上就是 城市越大 生产关系决定的 成分越大 那越到 它的商业社会 没有那么特别发达的地方 你就会觉得 还是有这么多 所以鱼子酱是生产关系的 尖端表现 对对对对 很多这个品质 非常差的东西 它卖得特别好 那实际我心里 我替这个大多数人叫冤 但是我觉得 那他们选择这样 你就这样 我就说说实在话 就是说 你自己 没追求 怨不得别人 因为我也比起来 喜欢看那个家具 木匠这个圈里 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 他总有一个 就是在外行人那里啊 最有名的 但是在他们小圈子里啊 总有一个 他们就是 最服的 内行人最服气的 你 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活在世上 不能吃亏了 你知道吗 包括我们主持人 哎 不是 我是最有名的 是吗 不是 我也不是 你看你 你们记录片界 对吧 或者这个 作家 画家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替大多数人觉得冤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知识不对等 信息不对等 我们就是不了解 那么你要想不吃亏呢 没有人管你 或者说小青还肯管你 你得自己 那就说这个品质 讲究的人和不讲究的人 差别非常大 过去他们讲这个明代的家具 好 我们一般都知道 就是说 它都是直线条的 嗯 简洁的 可是内行的人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不叫极简主义啊 嗯 这叫极敏感主义 它那个线条啊 收一个圆角的时候 或者叫起一条线 起一条线的时候 你只有内行才知道 有多么难 但是你外行呢 那么你反正你也感受不到 或者你买个这个无所谓的东西 没并没有关系 你也能满足你的审美 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件事 非常有意思 在大部分的事情上 我们都是那个大多数人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人活一辈子 就是我所以我就特别想学习 就看见谁好什么 我就特别想钻到 就是你们这个 这个真好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有没有真好 嗯 都两说 对 对 就是当 这又是更复杂的一个问题了 对 这刚才说到 徐老师说 德国制造 它 这是工业革命之后 就是如何实现标准化 餐饮也是 标准化 首先让你吃到的是 不难吃的东西 不是特别难吃的东西 出品非常一致 就是汉堡炸鸡 这些 你好像吃 去这个店和另外一个店 吃的一模一样 这大家就会认同你这个品牌 嗯 但是你再往上做 要做好吃的 你 我没听说过 谁说 这个麦当劳 比那家麦当劳好吃 这个 很少 但是 你如果说 我做更好吃一点的 其实大家很难统一观点 哎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嗯 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统一 什么是最好的 谁做的菜 最好 这个 是不是因为这个就跟他的个人经验 个人好物 个人 尤其是个人经验会有特别大的关系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走过来的路 对 有时候一下子就可能击溃你 可能你曾经妈妈做的菜 可能你小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做的菜 我知道一个故事 一个大房地产 不说他的名字 他这个 这个 他的厨师是一个 五星级酒店 直接挖过来的厨师 在那儿做菜 专门给他的客户做菜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有钱人 来在确定能不能来投资的时候 来做了考察 在吃饭的时候 吃到了一种 芋头 就是说我小时候吃过另外一种 长得像老鼠的芋头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个厨师就是 用了一年的时间 找了很多的地方 后来在陕西找到了 这是个广东的地方的人 找到了之后 就在广东也种了 而且种植成功了 当这个老爷子第二次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交代 把这个东西端上了 吃傻了 流泪了 投资了 关键是投资了 对 那你 那关键是第三句 我们跑去吃傻了 流泪了 买单走了 就是可能和个人的阅历 和个人的生活习惯 都有关系 就每个人需求 其实都是不是特别一样 它是既有这个个人的 说你喜欢 你好什么 你好什么 但是你如果因为这个 你说这个东西里边 它就没有绝对标准 好像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中国工匠过去讲什么 采美工粮 这基本上是个绝对标准吧 您说食材也是 采美 对吧 好的菜 最好的这个材料 然后 最好的这个技术 技术和做工 当然您说 什么才最好 某一个芋头 是安徽的最好了 还是比如说 陕西的最好了 那么这个可能 是个个人口味的原因呢 还是说最后 大家会得到一个 绝对的公认 哪儿的最 你比如说 你为什么说 人生哪儿的最好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从科学的理念 来出发 比如说 含糖量 氨基酸 脂肪 每一个把它都拎出来 我们来检测 包括这是客观测评 还有一个主观测评 比如口感 这个脆度 含水量 这个后味 入口的味道 再加在一起 可能是会有高低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的美食家 很多的美食家 他能够做到的一点 就是说 在合适的时间 到合适的地点 吃一些东西 这个就已经是 非常高了 再往上 肯定是 大家的认知 是完全不同的 对 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 有一个美食节目 他就讲 他第一集讲 就是这个披萨饼 他一上来 就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比较 他说 如果对 就对一个 这个意大利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 披萨饼 他有披萨饼行业协会 他必须是 某一个地方 出的这种奶酪 这种面粉 这种香草等等 这个所有东西 就像您说 是原产地的 这个才叫 是披萨饼 别的就不叫 可是呢 这个主持人 他就说 在日本 比如说 他的披萨饼上 放海鲜 那意大利人 绝对不能够接受的 这是什么呀 他说可是 我吃过放烤鸭的 我也吃过 挺好吃的 还加菠萝 是不是 Ugly delicious 对 他说 他说 那在日本 为什么他用海鲜呢 因为他离他的 原产地更近 对吧 我不能从 意大利飞 这些东西过来 那离我这个 更新鲜 那更新鲜是个标准 还是原产地 是个标准 那后来 他还就很多 包括去了那种 那个连锁店啊 等等 就在讨论很多 到底有没有 这个标准 其实最后 他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 其实能不能引起 人的情感的 这个标准 他很多 这个整个的 他这个美式节目 都在讲最后 食物跟情感的 这个关系 对 非常非常高明 高妙的一个 跨文化比较紧 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 我就想到 实际上 我们刚刚讲 德国人 其实美誉 这个概念 最早就是 就是席勒提出来 他说是 他有一个叫什么 美誉简书 他就说 这是一种 对于工业化 碾压心灵的抵抗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工业化 一切都有标准的 社会当中 我们的心灵 也被这种 标准化 碾压 我的美誉 是要把情感 这个东西 恢复出来 那你说 蔡元培讲 这个美誉代宗教 他讲的就是说 教如何情感之运用 那会不会我们说 如果是一个 有品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 不管你是什么 你最后引起了 我美好的情感 为什么你刚刚说 工艺的这种标准 因为可能只有 达到这种标准 它才能激发 你美好的情感 你烂七八糟的一个东西 它可能无法 激起你美好的情感 会不会就说 激起美好的情感 是一个品质的标准